整個事情觀察起來就很嚴重 為什麼 它破壞這個國家的憲政之區 它顛覆了這個國家 你知道嗎 這很嚴重的 它今天可以這樣做 明天它過手了 讓它做過去了 你不把它拉下來 明天它就 其他的人民的財產 它隨時可以透過 它的黨的組織 就來吃你的財產 來限制你人民的行動自由 這個嚴重在這裡 納稅就這樣啟壓的 德國的威馬憲法 當年是最好的憲法 1919年的最民主 最先進的 最完整的 可是透過了希特勒 這種操作 德國變成一個納稅的民主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說 這個是小事 這個是大事 這個是大事 所以我是建議 這個必須要提出一個 很合理的一個反制 如果國民黨能夠被重新執政 如果國民黨戰力法院 可以取得多數的時候 必須要來一個另一個條文 什麼條文呢 破壞憲政罪 破壞憲政罪 違憲罪 對 就破壞憲政嘛 對 破壞憲政罪 而且是總統也要追究到總統 追究到總統 所有實行者參與者 通通判刑 要來這一招 不是只是丟官而已 要判刑 那不行 太輕鬆了 不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可以長治久安 以後我們任何一個政黨 不敢輕易的去破壞我們的憲政 因為憲政太重要了 對一個國家來講實在是太重要了 我想這一點可以給國民黨參考 也可以給我們圈裡的選民去做參考